我们刚刚上节课呢 我们讲了这个杀法子民 那赵九分老师讲呢 我们开杀之法 开杀的方式呢 手变其行 手变的其行 四生其情 关于这个行 或这个情 外情 还有这个情 有情无情 这两个 一定要搞清楚 什么是吉 什么是凶 什么是吉之赵 什么是凶之正 那么我们又讲了这个波萨 波萨呢 赵九分老师呢 讲了两段 一个是 用萨 多妙觉 用萨呢 多妙觉 波萨 有神功 他讲的 同样的一个风 那么同样的一个优秀的萨 那么一个风呢 他发 而另一风呢 却不发 就是因为波萨 没有拨好 没有呢 为我所用 波萨有神功 这个神功呢 不是讲的气功 就是讲的这个 你要总求无物 把这个萨呢 把这个萨呢 拨回来 拨到呢 为我所用 这个我 就指的是血腥 血 讲的这个是血 为我 为这个血呢 所用 那么 赵老师呢 有讲 那么如果一个美的萨 漂亮的 优秀的 建元 方正的一个萨 如果他要发挥作用 他不是龙塞之贵 那就是下手之贵 龙和下 如果不是龙塞贵 那就是下手贵 要么就是这个 玉塘贵人 就是玉塘呢 就是天以贵人 或者是灵贵贵 灵贵贵人 也是他讲的一个 气修独钟 那么气修独钟 或者是气修所钟 这个所钟呢 就是指的 汇聚 专注 聚集 也就是说我们 剥杀呢 剥刀位 一定要剥刀位 这时候呢 龙 下 有一个得力的 帮手 因此呢 才可以发 才可以发 一定要剥刀位 我们就 赵老师呢 他讲一个 有操卷 操卷 这个操卷呢 操卷 那么这个操卷呢 就是有一定的把握 你不管用什么 有很大的把握 也是说 有操卷 而得真言 有操卷 就是有很大的把握 很大的把握 能把这个 贵杀 为我所用 也就是说你剥杀 要剥到位 那么如果你剥杀 没有剥到位 你把这个杀呢 不为我所用 把它呢 剥到这个 修求之宫 修求之宫 不怕的 不好的地方去 不怕的不好的地方去 那既然 虽然呢 它是一个好杀 它叫做好杀 叠出 好杀叠出 如果你剥不到位 你把这个杀呢 没有为我所用 剥到呢 修求之宫 虽然呢 好杀叠出 与我何关 与我何关 你把这个好杀呢 没有剥到位 这个呢 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与我呢 这个我 指的是木穴 对吧 那么对于木穴来说呢 没有任何的关系 没有任何的关系 因此呢 剥杀一定要 剥到位 剥到位 这样呢 好杀呢 为我所用 才能发福发贵 如果没有剥到位 虽然有很多好杀 好杀叠出 与我何关 就是说与我呢 没有关系 与我呢 也没有什么关系 有 对于没有 谁有若无 谁有 谁有若无 那么这个呢 是相对于这个穴来说的 穴呢 就指的是我 与我何关 对这个好杀呢 对这个穴来说呢 没有关系 谁有若无 虽然呢 有很多好杀 但是就是不发 因为你剥杀 没有剥到位 没有卡到好处 没有抢到好处 他讲的这个 什么 龙双贵人 对吧 相双贵人 对吧 以及灵官 灵官 还有这个路马 路贵 一马贵 还有这个 三级六兄贵 你都没有 不到位 都不到位 因此呢 好杀 迭出 欲我何关 就是说对这个 穴行来说呢 起不到好作用 他还讲那一个例子 他就说这个 比如 你有一个天积 他当官 虽然他当官 但是呢 他是一个 没有权力的 是一个虚邪 就是我们说的一个空架子 他对你来说呢 不能提拔你 对你来说呢 没有任何作用 他没有实权 意思呢 谁有若无 其不发言 这就是其不发的原因 其不发言 你看一看 我们说这个波萨 有神功 看看这个波萨 他有很大的功劳 那么赵老师讲 对以上 我们讲的这些萨呢 一定要 一一的 寄清便明 寄清便明 我们在灯穴时候呢 要用罗拍的外拍 我们灯穴时候呢 用罗拍的外拍 隔定的水口 再用了内拍 看这个入手龙 再拿一字 看这个入手龙呢 再拿一字 对吧 那么这样呢 我们才能知道 他的这个天意贵人 在什么地方 那么他的灵关 在什么地方 也就是说呢 以这个水口呢 定局 这局定下来以后呢 你看一下他这个 各种贵人 对吧 罗是拿一字入手的 只要呢 这个字一出现 一测出来 我们就知道呢 他的这个天意贵人 我们要考虑的一个就是天意贵人 天意贵人 假如以三星下 对吧 那我们就叫一级水猴下 一级 对吧 那么以三星下 那么一级水猴下 对吧 那就再数嘛 子 猴 就是身 一旦呢 你定下来 你就能知道 他的这个天意贵人 在什么方面 那么灵关贵人 那么灵关贵人 一旦你把这个水口 你就能知道这个 灵关贵人在哪里 灵关 对吧 灵关 灵关在什么方面 那要看见是什么局 对吧 那我们讲的这个 四大局 对吧 那么如果是水局的话 生子称山和水局 对吧 那么他在灵关方 那就在前黑 就在前黑 那么如果是木局 对吧 那么他在灵关方 就在灵关 对不对 如果是火局 那就在凶事 水木火 那么如果是金局 那就在 那就在空生 如果是金局 那么他的灵关位 就在空生 所以说呢 现在你用这个天牌 先把水口定下来 水口定下来 以后 我们就能知道 他是哪一个局 你们知道哪一个局 你就要知道 他的灵关在什么地方 这是灵关贵人 灵关位 一定要搞清楚 如果你不知道局 你就找不到灵关 在灵关方 那么灵关方呢 将有三分 对吧 你找的目的呢 就是要把这个萨 先拨 看他能不能 恰好在哪一个局的 灵关方 对吧 那么如果他是在凶事 那恰好就是 看一看火局 他的灵关风 在凶事 对吧 灵关风 恰好能对上 那么我们要看看这个火局 火局呢 要看他这个入手龙 你在看他这个入手龙呢 对于火局来说 雷说呢 那么入手龙呢 要看他这个 李弃师傅是吗 对吧 朝政方 对吧 怪队方 灵关方 帝王方 对吧 看看在哪一个方向 对吧 那一次呢 他说 用罗盘的外盘 也就是天还纷争 隔定水口 然后用第一盘的正正 再猜一下呢 入手龙在哪一字 那么恰好入手龙也何局 对吧 那么我们要找的就是这个入手龙 他的这个 比如说他的天也贵人 对吧 在什么地 在什么位置 比如说身或子 看一下身或子 是不是呢 恰好有这个贵人风 如果有贵人风 那不是恰到好处吗 如果没有 再调局 换局 对吧 就是要找到呢 十分恰到 恰入好处 恰到其分 恰入其分 那么如果在这些方位呢 恰好呢 有煞 有修理的煞水 那这时候呢 你就是以水口令雨下 把这个煞呢 收为我所用 这个我呢 指的是穴 对吧 收为穴所用 那么如果你在楼上不能用 怎么办 恰好这个是来龙 对吧 入手龙 如果你在楼上不能用 怎么办 对吧 那么你再把它剥 看能不能剥在下上 对吧 来龙 看能不能用到下上 如果比如说这个生活纸 现在呢 入手龙不能用 那我们就要剥 它在下上能不能用 对吧 下上呢 有天与贵人 假这个贵人服呢 剥在下上的灵官 或者呢 一马位 灵官位 或者是一马位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 叫这个贵人为真贵人 叫贵人为我所用 叫一定要贵人为我所用 贵人为我所用 你不管是这个天与贵人 还是贵官 还是三级六秀 是吧 还是这个一马 那么一马呢 我们也要知道 下 或者这个 你这个下上来对的 比如说水口 对吧 那假如我们说 我们水口呢 出这个心血 对吧 那你的水口呢 在心血 银武虚三号火局 对吧 那么银武虚 马在什么地方 银武虚马在身 对吧 狮子乘马在营 私有丑马在骇 骇某位 马在骇 那假如我们这个是水口 心血是水口 是吧 那我们现在呢 要找他的马三 对吧 那么银武虚马在身 对吧 我们看一下 生的地方 二四三 生三 有没有 如果这个生的生三呢 恰如其分 就是一个马三 就可以 那么 我们要找这个 针天马 对吧 在前方 或者呢 在南方的柄方 对吧 正南方嘛 我们要把这些方面 恰到其分 恰入其分的找到 然后呢 拨杀 拨了这个优秀的杀 对吧 吉萨 恰如恰好呢 就在 我们这些贵人的方面 那么就是 贵人为我所用 贵人呢 方针 这个贵人呢 就是针贵人 如果再加上 我们讲的那个 情 如果再加上呢 这个情 就是光滑秀丽 对吧 情义情且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定是 大地大发 小地小发 段无不发 起神庙 神庙呢 自处呢 非常的锦人 非常的锦人 会说到呢 金人的效果 一定呢 有金人的效果 他将一股 神庆的力量 他在提升 在呢 推动你 迅速的 发富 发贵 这个呢 就是 贵要为我所用 主要讲的就是 为我所用 这个我 指的是木穴 对吧 为我所用 这个呢 就是 菠萨 有神功 那么用萨呢 多妙觉 这个优萨多妙觉呢 就讲的是 什么 对吧 灵官 路马 三级六秀 天一归人 对吧 就讲这个 他的方式很多 那么你不可能把每一种的方式呢 每一种呢 做到的面面俱到 全部做到 那么你只要找那么一两处 非常重要的这个 修力的萨 重要的萨 只要呢 这么一两处 能为我所用 能为我所用 那就有 惊人的效果 有惊人的效果 这个就是 波萨 那么波萨有神功 你拨好了 就会有效果 你拨不好 它就没有效果 看 看你能不能 拨得好 那么关于这个 波萨 三级六秀 以及这个 天一归人 灵官归人 路马归人 等等 所有这些贵人怎么用 那我们从下一节课 开始 给大家呢 挨个儿去讲 每一个呢 给我讲得清清楚楚 包括呢 木心贵人 火心贵人 土心贵人 金心贵人 对吧 然后呢 每一个贵人在什么方位 立什么下 怎么样去收 才能为我所用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下一节课 下一节课呢 我们继续继续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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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